好 來 楊明剛這個打斷 你怎麼看待這個 烏克蘭外長的這番談話 這大概是目前為止 他對各國講的 最好的一個評價對不對 很明顯就是烏克蘭對 大陸他完全沒有辦法 割捨這一段 這個所謂的過往的情誼 但他怎麼沒有叫中國大陸 你們要送武器 你們要做多一點 澤倫斯基他的所有痛調都是 你們做的不夠多 對不對 你們要給我更多一點 然後同時他還把清單都開出來 中國大陸他怎麼不開下清單 其實我認為 現在烏克蘭某種程度 他們已經在為所謂的 後戰戰爭時期 所謂的重建 開始在思考這個鋪路了 當我要重建的時候 請問我最接近我的 有哪些國家 可以直接給予幫助 有哪些國家 他一個一個開始找了 所以美國這時候對他 因為美國他們很清楚 美國是不希望戰爭停止的 所以這時候他 你看澤倫斯基跟印度的組織 講了一句話 他說如果拿了槍 卻不開槍 那你乾脆不要拿這支槍 就是說意思就是說 他在罵這些歐美國家 澤倫斯基說 你們要制裁俄羅斯 你們要制裁到底 一次讓他痛 結果現在不痛不癢的 讓俄羅斯根本不會停止 這場戰爭好 澤倫斯基也不滿 奇怪 歐美為烏克蘭做了那麼多 澤倫斯基講了這段話 其實讓我覺得有點訝異 而且是對著印度的主持人 有點像你知道 有點像蔡總統 去跟館長直播那種感覺 這是剛剛施老師跟我講的 就是你找的不是什麼 國際政治大師 是一個印度的電視台的主播 而且這個主播前幾天 才在罵美國 然後結果 澤倫斯也加入 我一起來罵美國 其實這是一個烏克蘭 我跟你講 烏克蘭現在因為基輔的危機 解除了 所以相對來講 對於現在烏克蘭的領導階層 他們在思考的就是下一步了 下一步是什麼 我們烏克蘭的GDP倒退20% 拜託 這個接下來就是思考重建 我的人民要回來 好 我再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最近大家都沒有看到 馬克宏對烏克蘭跟俄羅斯 在幹嘛 為什麼 因為後天要總統大選了 而且他的民調很危險 回到 我跟你講當這個 菩薩他跑到那麼多趟 當全世界的局勢 各國都有危機的時候 一定各國都回到 看著我們自己的國家 我們面臨什麼危機 我們要怎麼解決 就像我們現在蔡總統被隔離了 我們要回來關心一下 本土疫情 一模一樣 各國自己的利益 才是在全球生存當中 一定是先看自己 所以烏克蘭很聰明 他就是 我不會把我的全部的雞蛋 放在美國身上 這時候他開始 中國我們也是好朋友 印度我們也來交個朋友 好 這個邏輯是代表什麼 這其實某種程度 就回到剛剛我們講的 上一章我們有講到 那個三個集團 中立 凡二 跟親二 對不對 好 我們可以解讀成 三分之二的國家 不挺俄羅斯 也可以解讀成 三分之二的國家 不親俄羅斯 對不對 所以那三分之一的中立國 變成一個全球秩序的 維護者了 這很有趣 所以在整個 包括聯合國的投票的行為 你看起來好像是 絕對多數的去支持 把俄羅斯退出 很抱歉 你要把那24票加上58票 加在一起 那是一個未來世界 兩大集團的分野 目前你看到 包括東南亞國協 包括非洲 包括中南美洲 幾乎大量的不挺美國 不挺歐美 那這些國家 他們都是所謂的 我們就跟我講 以前早一點的時間 叫第三世界國家 近期的那個名詞叫 新興市場 有沒有 這些國家他們的態度 變成未來決定 兩大集團怎麼走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未來我們 全球的這個集團化 因為你知道美國的 永遠都是我是正義 那些什麼中國 中國大陸 越南 你們這些敘利亞 伊朗這些投反對票 就叫邪惡 好 可是我們換一個角度 當你今天你站在 印度的角度的時候 誰是正義 誰是邪惡 很抱歉 誰給我好處 誰就是正義 來 介紹這罐 頂級海皇SO醬 鮑魚 不只鮑魚 它還有干貝 石斑魚 獨家的配方 而且你知道嗎 這些東西它配飯 配麵 甚至於陸菜都很合適 歡迎大家可以去我們的 快點購網站來看 裡面還有優惠的活動